首先我们打开VSCode 然后先不着急 现在我们的桌面任意一个地方 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随便起 当然Windows也可以这样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拽到这个VSCode里面来 这是咱们用VSCode去开发一个程序的一个方式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一个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再创文件夹吧 叫demo 一切代码都放在这个React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开始咱们第一个demo demo1.html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这个demo1的例子 是做一个最简单的点赞按钮 好 スキープ标签 一个button对吧 type为button 然后ID为like 喜欢 然后呢 スキープ标签 对不对 然后第一步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 就这个按钮 现在是中间有一个喜欢 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喜欢 点完之后它会变成疑点赞 疑点赞 然后呢 这个字变为红字 先把按钮后取一下 like button 等于document get element by id like ok 第一步给它挂监听器 add if a listener 啊 方神回调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回到干嘛呢 首先 like button 点inner html 等于什么呢 喜欢变为以赞 以赞 对吧 以赞 然后呢 同时它的style.color 等于red 变为红色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 demo 有点html 在这呢 我们需要用到我们 vscode安装的第一个插件了 这个插件的名字呢 叫做view in browser 在浏览器中预览 这个呢 安装非常简单 点击一下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它会有个出一个蓝色的按钮 就重新加载 再点一下 它重新打开 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咱们右键 view in browser 就可以直接627打开了 程序很简单 这个喜欢按钮 点一下喜欢 卡一下变为红色的以赞 表示你已经点赞了 这个不难吧 对不对 我们现在给它加点新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要点一下 让它变为 原来一样 只有我后悔了 我不想赞了 我想取消 那个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得做个判断了 同样是click事件 然后呢 做个判断 if什么呢 like button 点inner html 等于 等于以赞 以赞 那么如果你以赞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赞的状态取消 取消怎么取消呢 咱们先把这个正常的放这 然后呢 把上面再复制一份 格刷文件 咱们以赞之后 要把这个赞取消 就变为喜欢 喜欢 然后呢 同时下面这个颜色呢 也会变回黑色 OK 变为黑色 然后现在我们刷新一下 点击以赞 喜欢 以赞 喜欢 以赞 喜欢 这样呢 就可以啊 做一个有这个togo功能的 切换功能的按钮 对不对 就是在喜欢跟以赞之间徘徊 那么这个程序会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还记得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假设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 界面对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操作 对吧 数据在哪呢 咱们没有数据 数据在这儿 在HTML里面夹带了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一进来操作修改了界面 然后呢 修改数据 然后下次呢 根据这个数据来判断我们的界面 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全新的demo 看看换一种思想去想它 怎么想呢 我们去分析这个按钮 是不是它其实只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是 喜欢 对吧 like 对吧 假设咱们标记为1吧 OK 或者标记为2 对吧 你已经喜欢了 那么第二种状态呢 like 对吧 你是不喜欢false 咱们刚好用不恶心 两种值可以代表它 那么你喜欢呢 为true 对吧 或者false 表示你是喜欢或不喜欢 就是按钮是不是只有两种状态 要么你不喜欢 要么你喜欢 那如果你是喜欢的时候呢 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里面的text应该是什么 的HTML应该是 以赞 对吧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呢 里面就是喜欢 就等待你去点赞 那么按钮有两种状态 那么首先 我们先把这个状态给设计出来 在咱们demo2里面 好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例子啊 应该很简单 大大建立架 大家都写一下 demo2.html 对吧 我们新引入了一个state 首先跟刚才一样 咱们有个按钮 对吧 它的类型呢 type呢为button id呢依然为like OK 然后呢里面还是喜欢 对吧 喜欢 它处于两种状态啊 要么是喜欢 要么是以赞 OK 那么首先第一步 咱们先把这个按钮 获取一下 like button 等于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bylike 我们现在用一个变量state 来标记这个按钮的状态 OK state OK like 它要么为true 要么呢为false OK 它只有两种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呢 我们先设为false 因为一进来 这个咱们这个点赞 是不喜欢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 那么现在下一步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按钮的状态啊 改为正确的状态 因为我们一进来之后 这按钮处于不like的状态 对吧 unlike 或者说like为false状态 那么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状态 来改变这个按钮 怎么去改变呢 我们来实现一个rand的方法 等于function 好吧 这个话呢 if state.like 你喜欢吗 或者说else 你不喜欢吗 对不对 我们区分两种状态 这是喜欢的 喜欢的状态 这个呢 是不喜欢的状态 OK 两个啊 一个喜欢状态 一个不喜欢状态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根据这两种状态 还记得这两种状态的样式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事情 如果是喜欢状态 那么likebutton的innerhtml 等于什么呢 复制为以 以在 否则呢 likebutton的innerhtml 没到对吧 thestyle thecolor 为red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不喜欢的状态呢 那么我们likebutton 的innerhtml 等于 嗯 喜欢恢复原来的状态 对吧 likebutton 点style 点color 等于black OK 那么现在我们有两种状态了 好吧 就是我们根据这state 来渲染啊 这个是我 我做点简单的标注 这个呢 叫状态 OK 这个叫什么呢 叫渲染 我们根据不同 这个状态的不同 来渲染不同的结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程序可控的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程序的状态 这个按钮的状态是有限的 要么处于like状态 要么处于不like的状态 对吧 like要么是处样是false 那么两种状态 它对应的样式我们都书写好了 下一步我们给这个按钮加线定器 对不对 likebutton add if a listener click function 添加click事件之后 干嘛呢 因为我们点击之后 要按它的like变为unlike 对不对 state.like 等于非 state.like 然后下一步干嘛 下一步咱们点击rlent的方法 就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样 现在likefalse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们点击click之后呢 这个状态变为了非 就如果你是like 你是false 对吧 变为tru 变为tru 那变为tru之后 咱们再重新调乱rlent会怎么样 这个if会做一个判断 对吧 它会走哪里呢 变为tru之后会走这 会把它按钮状态变为什么 变为以站 red 如果我们再点一下 我们用绿色标志第二次点击 再点一下会怎么样 这个tru呢 又会变为false 在rlent的时候走的是哪一步 走的是这一步 咱们现在这个程序状态 比如说这个按钮的状态是有限的 一个是like为tru的状态 一个是呢 不like的状态 对吧 反正呢 就只有两种状态 现在好 那现在我们再点 再把这个demo跑一下 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点喜欢 变为以站 点 再点一下 变为普通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已丢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state 然后呢 用state来确定这个界面状态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界面变得很单纯了 刚才这界面是不单纯的 因为这界面呢 携带了一个数据 我们会根据里面的in HTML 来判断这个程序属于什么状态 那么呢 可能会引起混乱 那么现在呢 我们用一个state来表示这状态 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根据它来判断这个按钮的状态吗 不需要了 我们通过state啊 来确定程序的状态 然后呢 根据程序状态来渲染按钮 你点击之后 改变状态 状态重新渲染 渲染到html 这个逻辑 这个流程是非常干净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新的事情 就现在这个例子 demo还没完啊 就是我们在引诱状态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随便让你在什么地方都修改状态 不然的话程序还会变得很乱 我们统一用一个函数来修改状态 让这个状态是可控的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咱们要设计一个函数叫setState等于function setState什么意思呢 它接受一个新的东西叫newState 接受个新的状态 然后呢 去改变当前这个旧的状态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一步这一个过程 咱们就先省略 咱们现在把它修改为setState 那么新的State是什么呢 like 一个新的状态 like变为什么呢 变为非State.like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因为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程序 或者说明确的告诉了自己 对吧 我们接下来干嘛 要修改新的状态了 我们接下来做事情就修改状态 这比刚才的程序的逻辑呢 要清晰很多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过程的统一 包装到setState里面来 setState呢负责去修改这个状态 然后呢重新渲染 lander lander 它会重新渲染这个程序 好了 setState里面要干嘛呢 setState里面就是把新的状态复制给它 我们先写一个简单的写法 这简单写法是什么呢 State等于newState 直接复制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还能不能行 喜欢 以赞 喜欢以赞 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 你写了那么多 跟刚才这个几行代码的例子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请注意 现在这个程序的可读性 以及可扩展性会强上很多 那么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问题存在 比如说在这里 用这样的方式去修改State是不明智的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在demo2里面 我们在like里面除了这个还有别的 比如说 Color 我们Color假設是要鼠动复制的 那么我不想修改Color 只想修改like 但是你在这里直接全部复制的话会怎么办 就这个对象里面 它是不是一个属性就是like 那么你在这里全部复制的话 那么你会导致这个状态 这个Color这个状态怎么办 被删除了 所以说咱们要用一个 esu的结构语法来解决 就是我希望 我只改变新的状态 旧的状态我不改变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先把代码给大家演示一下 应该这么一件 State等于点点点State 再点点点NewState 这位同学啊 瞬间蒙圈 这点点点语法是什么意思啊 这点点点语法呢 是解构的意思 OK 我们先来用言语去解说一下它什么意思 首先State等于 这个就不说 把它重新复制 对不对 OK一个对象 点点点State是什么意思啊 就把这个对象的全部的属性 解构到这里来 比如说现在解构完之后 它相当于变成这样了 like为什么呢 为false 然后呢 下一步 color 为red red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有了两个属性 就是说我们把它解构出来了 把这两个属性 全部提取出来了 然后再点点点NewState呢 是把NewState的属性提取出来 比如说刚才我们设置什么 like为State.like 对不对 我们这个NewState 给了一个全新设计的like 等于什么呢 为tru 诶 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了 诶 你在解构这两个时候 那你们不是有个相同的一个key了吗 对象不是不能有相同的key的吗 对 不能有相同的key 所以呢 后来的新的key 会把这个旧的key给删除掉 那这样的一个代码呢 就满足了 我们只更新 我们想更新的属性 这么一个行为 就我们只更新 我们想更新的 别的你不想更新的 那我就让它保持原样 那这代码呢 我给再给大家带来多一点示范 咱们打开cum的这个调试台 去看一下 我们waa等于什么呢 啊 name为小名 对吧 小名 然后呢 age呢 为20 嗯 但呢 这犯了个错 还差个逗号 好了 wab等于什么呢 wab等于age为30 30 吧 就像刚才咱们的例子 咱们改变了一个新的state 好 现在我们wac等于什么呢 首先解构a 然后解构b 看结构什么 看看c 结果是小名age30 咱们先看看 点点点a是什么意思 是把a的属性全部相当于复制粘贴过来了 咱们的点点点b呢 同样相当于把b的属性全部复制粘贴出来了 那咱们把它们两者结合起来呢 它会先从a开始的把a全部解出来 然后再把b解出来 然后呢b里面跟a相同的这个字段 比如说这个age属性 就怎么样 进行一个替换 对吧 因为呢 在对象里面 这key是不允许重复的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实现 咱们这个简单的一个局部更新的一个功能 就我不希望去更新全部的state 只想更新部分state 还不想把以前的给覆盖掉 对吧 就咱们用到第一个东西 用yes6的语法 ok 那咱们再分析一下程序 现在呢 我们有了程序有个状态 对吧 然后呢 有个setstate方法 负责来修改这个状态 然后呢 修改完状态之后 再重新电用render 现在我们程序呢 是一个单向数据流的 什么单向数据流呢 现在我们分为三部分 就刚才html看不到了 我再标志一下html 我们的html是哪来的 是state方法 根据什么函数来 根据render方法渲染来的 就render方法 负责渲这个html 对吧 负责渲染它 render渲染html 然后我们html里面呢 提供了一些操作的方法 对不对 界面里面呢 有个操作 control control对吧 control 比如咱们的监听器 是不是就一个control 一个操作 一个click的操作 这click干嘛 调用了setstate方法 setstate方法 本质来说干嘛 去修改了state control 修改了state state渲染html 是不是发现 刚才我抢了一个例子 这个state是什么 就是咱们说的数据成 model 对吧 这个html是view 然后control呢 就是咱们监听器 对吧 监听器是control 那么现在的流程怎么样呢 跟咱们之前流程有很大的区别 咱们之前用黄色来表示 OK 黄色 操作修改html 对吧 顺便把数据给修改了 因为咱们的数据是存在html里面的 那么经过这样的模式呢 我们这个程序 是这么一个流程 它的一个可维护性 可突然性是很大的 OK 就咱们demo2 带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这种模式想必大家觉得非常新颖 对不对 OK 这种开发模式 你感兴趣的话 说明你已经对react感兴趣了 因为这就是react的一个模式 它用state来标志程序的状态 然后呢 不断修改状态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写个input的标签 id呢为input OK 咱们运用刚才的模式去改造一下咱们以往的表单验证 以往的表单验证我就不写了 就你点击提交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输入监听你的input事件 然后怎么办呢 监听你的input事件 然后根据你输入的值去做一个判断 看你成不成功 那么现在我做这个表单 它会有点不一样 就运用了我们刚才那种单向数据流的模式 选第一步啊 不变的还是去引入一下这个input的标签 getElementById input 然后这种模式一定要记得 首先进来怎么办 先设置state 那么你可能说 老师这个有什么state 刚才按钮那个我理解啊 对吧 按钮那个state不就是一个like 对吧 一个like这个要么是true 你喜欢 要么你不喜欢是false 那你现在设置这个state是几个意思啊 对吧 它要代表什么呢 其实state是个广泛的概念 表示应用程序的状态 或者说表示咱们某个状态 OK比如说你要么处于结婚 要么离婚 要么未婚 那么这里呢咱们状态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表单的一个处理的话 那么咱们的状态就是它的value 一个值 对这表单说它的值是不是不断改变了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嘛呢 同样设置去实现一个setstate的方法 对吧 去更新state的方法 这个呢没有太大问题啊 newstate 然后呢跟刚才一样 state等于点点点 state 先把旧状态解析 然后呢解析一个newstate 然后呢调用lend的方法 lend的方法在哪呢 咱们还没写呢 看写链的方法 等于function 第一步是这样的 input add if a listener 进到什么呢 添加input的事件 可以吧 添加完input的事件之后 咱们干嘛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表单的一个控制 对吧 或者验证 我不允许你输入超过20个字 20个字 首先我们这个操作只允许怎么样 只允许调用setstate的方法 你只能setstate 你没得选了 setstate传进去一个对象 一个新的state 对吧 那新的state是什么呢 value为this.value 我们去更新这个状态 更新这state的value为this.value input标签的value OK 现在呢我们先看看例子 但是它现在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打开调整台 打开这个input标签 没有改变对不对 OK 咱们看state有什么改变 state的值是不是跟这表单1对应的 咱们再删一个1 对吧 再看看state 是不是少了一个1 我们现在能获取到表单的状态了 这有点意思对不对 好了咱们练的 input.value等于state.value 我们复制input的value 为什么 为state.value 你不会说 这很多余 把this.value复制给state.value 然后在这里又复制回来 为啥呢 先不着急 我们先看看现在的效果又怎么样 但现在我们在这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东西 我们不要state.value 我们画成一个空柱串 现在我问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input的表现还能显示内容吗 刷新一下 打字 疯狂打字 大家听键盘的声音 打字 根本没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们input的时候 重新设计了state 然后呢 把state复制给value setstate的方法 会掉入render 对吧 然后呢重新给这input的value复制 但在这里 我们不断的复制为空的字符串 复制空的字符串 导致什么 它永远是空的 你输入是没有效果的 那么变为什么呢 state.value 那现在我们来输入一些内容 那么 那么现在我们state呢 就永远跟这表单的数据是同步的 或者说 表单里面的内容是在哪来的 还是以前那样吗 不是 现在我们输入之后 会去修改state 然后state呢 再把这个内容映射到这表单上 就你看到的已经不是你键盘输入的内容了 它现在是 你看到的是state的内容 ok 或者说你不理解 咱们来这个将写statevalue加上 这是来自state 对吧 你看到的已经不是你书的内容了 123 对吧 这是来自state 那这种方式啊 大家可能就可以跟以前的一种开号方式 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吧 怎么这种方式那么奇葩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咱们先来一个demo4 来做一个带有这种警告的 对吧 告诉你不行 你输错了 不能输那么长 会做一个带有这样的功能的表达验证 咱们来下一个demo 好 接下来我们来demo4 例子呢 就是去做一个表达验证 对吧 放出文件夹了 这回来啊 首先跟咱们之前一样的 对吧 之前一样的就是一个input的标签 对不对啊 id等于input 然后呢 来个p标签啊 cast id呢 叫做error 对不对错误 错误什么呢 告诉你这个字数 不能超过20字 就很简单的一个表达验证 对不对 那么你用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不是说怎么把做出来 因为这不是大家水平 现在我们考虑是怎么用这种方式做出来 第一步 获取下input的标签 就咱们主要是用于学习这种啊 liate这种开发模式 对吧 by id 获取这个input的标签 然后在下一面 或者error等于document element by id 先把shm获取到 对吧 那么之后呢 我们用liate是会没有这一步的 之后再说吧 这error不好 因为error呢是一个关键字 对吧 叫errorMessage ok errorMessage 好了 varState等于 首先我们设置一个叫value 然后呢下面一个是error fal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state里面标志了两个状态 就这两个程序分别有两分别有各自的状态 value是归于谁的 value是归于这input标签的 eerror呢 eerror是归于这个p标签的 就跟咱们点赞按钮 那个思想很像 对吧 咱们把两者结合起来 就我们分别有不同的一个一个状态 对吧 自己有自己的状态 都放在state里面 这时候你就能看到刚才那个结构预法的好处了 好实现setstate方法 function 然后呢传入一个newstate 对吧 传入newstate之后 state等于 先去解析原本的state 然后呢解析newstate 好 然后呢添入lender方法 解构不是解析 好 现在下一步干嘛呢 我们去添入lender 等于方式 那么我们先想想 根据刚才咱们的经验 咱们先不考虑解析 咱们程序 是不是根据这两个状态 渲染这两个html标签的一个功能 首先啊 state.value 不是在这做对吧 然后呢 input标签的value 等于state 对 value input标签的value等于state的value 对吧 然后下一步这个erode标签呢 erode标签应该什么时候处罚 对吧 咱们把状态就根据状态来渲染页面 如果erode message存在 那怎么办呢 p标签 style erode message the style 的什么呢 the display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显示错误的话 display为什么呢 为block 那如果你不是这个错误状态呢 erode message 就是根据 点style 点 display 为 那 就你只有两种状态 你只有展示跟不展示两种状态 是根据这个erode来的 啊 不是 if state.erode 对吧 就是犯了一个错误 state.erode 好下一步我们给这个input版本加清零器了 add even listener input 事件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实现一个handle input方法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ok vah handle input等于function 去处理这个input这个事件 那么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想啊 咱们这个字数怎么样 不能超过20字 对吧 不能超过20字 咱们就这个判断了 怎么判断呢 function handle input 对吧 这样会简单点 this.value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直接获取value对吧 把这个代码再解构一下 让它更加易读 if value.less 小于20 小于20怎么办 是合理的吗 合理的 ok sess this 是状态对吧 value 为什么呢 为value erode呢 为false 没有报酬对吧 那么else呢 如果你的长度超过20了呢 那怎么办 sess this 什么sess data erode为true 你犯错了 对吧 犯错了 这个input 在不断的输入对吧 不断的输入之后 会处发这个input 这个eva listener 然后呢把它的value传到handle input里面去 handle input之后对吧 接收到了这个结果了 进行一个判断 你的长度小于20吗 小于20合法 那么我就可以跟 根据你这个值去更新我的状态 然后呢 如果你不小于20呢 那你是处于错误状态 那么我们看这两个状态区别是什么 小于20的话 我们更新了一个value 大于20呢 我们不更新value 只更新这个erode 对吧 或者说这个erode咱们是不用更新的 就我们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去更新这个state 对吧 因为我们state是不会删除以前的 不会互相干扰的 好这个程序 咱们来跑一下看看啊 demo4 然后再改一下demo4 现在我们先不管这个 12345678910111213 这个太多了对吧 咱们改为10吧 对吧 改为10吧 方便我们调不能超过10个字 好了12345678910 我们这时候我再去输入一些内容 我疯狂输入 还能输入吗 不能输入了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111 对吧 10个1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下一个第十一个是2的时候 他把111112 传到这里来了 要判断他长度小于10吗 不小于10 会走这 他还会更新这个state的value吗 不更新了 最终我们在render的时候 input value等于state value 会把这个1112渲染过去吗 不会 只会保留在上一步 然后再接下来 不会更新value了 反而更新了什么 更新了erode 更新了erode 在render方法里面执行的时候会怎么办 去渲染这个错误状 错误按钮的状态为block 让他看到错误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对不对 那这样可能呢 这个程序复杂度又变高了 但是注意 这样的前期的一个复杂 是因为他处理这个程序来说 太简单了 这个程序 所以你感觉很复杂 但如果你想是非常非常大的程序呢 那么你就可以给这个页面中的一些按钮 对吧 或者导航啊 不同的状态 然后呢操作直改变状态 状态再去修改页面 这样的话整个程序的可读性 可拓展性都会非常的强 这种东西就是react的思想 但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啊我们在这里 这样111的时候 对不对 或者一开始没有报错的时候 他也显示这个错误的提醒 对吧 所以呢我们需要啊 在在这里再加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状态 对这个一开始的状态 对吧 一开始我默认的状态 直接先渲染一次 我们在最后调用一下 直接先渲染一次会怎么办 根据这状态完完全全的根据状态 渲染页面了 那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程序 这个结构啊 就是这么开发完成了 对吧 就是根据这个state去修去控制页面 页面不再是不可控的了 而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控之中 对吧 根据我们的state setState Render 跟handle监听器处理方法 去调用setState setState调用Render 然后setState不断的修改state Render是根据state来渲染的 这种模式呢 我再给大家画一遍啊 怕大家不了解 首先我们有个程序的状态的中心 叫state 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心 对吧 然后呢setState 它负责干嘛 它负责是更新这个state 然后呢Render方法怎么办 它负责在state里面取状态去渲染 对吧 那么你现在 比如说刚才那个 输入框是什么状态啊 对吧 我要根据状态渲染 你的这个错误按钮啊 是什么状态啊 我得我得知道 对吧 根据渲染到html里面 然后呢另外一个html里面 提供了一些监听器 对吧 比如说click事件的监听器 然后呢它会定用setsdata setsdata去修改state state 虽然虽然的html html呢 再提供这个监听器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单向数据流 单向流动的 对吧 那这样呢我们程序结构就非常精细 对吧 那如果你在想添加新功能 添加新功能 比如说再来个新的一个 错误按钮 新来个新的错误按钮 怎么办 或者我我我现在要想写 这么做这个东西 做一个按钮 啊 id等于啊 clear 就我不要你的错误提示了 我不想看到了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咱们就可以就很简单的东西了 我就直接一行代码写完啊 document 啊 getElementById clear eer addEverListener 对吧 添加什么简单的 添加一个click 方式 他干嘛呢 对呀 各位看他干嘛 我想把这个错误清掉 怎么清呢 setState 永远setState 现在什么呢 eer为什么 为false 对吧 我不想显示了 那不想显示eer 只需要把状态改为不显示 ok 咱们看一下这神奇的东西啊 点X 不显示错误了 那我们程序是不是说可拓展性非常强了 因为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有自己不同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只要负责修改状态 页面就会受我们的掌控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开发模式 也是react的一种核心的开发模式 好咱们来下一个demo demo5 这个demo要做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 这个demo是更加 更加接近react的 开发模式 接近它什么样的开发模式 就是我们没有html 纯js完成应用 开发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用最开始我们那个按钮的例子来做例子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没有html是什么意思呢 div设置一个id为root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事情啊 获取一下这路子 啊 document get element by id 路子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state等于什么呢 like 要么true要么false对吧 然后呢啊再实现一个set state方法 set state等于function ok set state等于方式 结束一个new state作为参数啊 state怎么办呢 啊解析原本的state 然后呢解啊结构啊 这个new state 对吧啊 创建一个新的状态 然后呢调用lain的方法 重新渲染页面 咱们再下一步啊 handle 啊 dl click 咱们接受一个handle click 函数在干嘛呢 这个它会调用set state的方法 改变这个state like 为非states.like 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button标签了 怎么办呢 要注意这一点啊 在liate里面呢 一切的html都是通过js来生成的 当然呢 那种东西叫做js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原生的 普通的js 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那咱们用一个另外一种方式来代替 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啊 咱们先下来实现lain的方法 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哇lain的 注意lain的方法才重点 oklain的方法才是重点 它干嘛呢 它给loot标签去填充html 并且我们在这里为了方便用es6的字符串 那我们在这里写好html 通过in html填到里面去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用js 去直接生成这html了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 一个button标签 对吧 button啊手写html啊 这没办法 然后呢type等于button 然后呢id咱们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为什么呢咱们再看啊 先咱们初始化是不是得lain的一下 咱们之前说明了 在这个demos里面说明了 初始化的lain的 是为了一开始让它拥有这个状态 渲染页面对吧 让页面拥有这个状态 ok咱们看demo5 demo5 现在我们的lain的方法 那现在页面就是会有个按钮对吧 点赞 按钮 ok 跑一下demo5 那这个按钮什么用都没有 对吧 因为它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按钮而已 我们怎么运用之前 我们那种根据state 来修改这个程序状态 和修改这个按钮的状态 这种效果呢 注意这么去写 根据state state.like 那如果是like呢 咱们在这写个js的语句啊 如果是like里面写什么 以 以怎么样 以赞 或者呢 喜欢 有点意思了吧 看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变成喜欢了 下一步我们调用handle click方法 handle click方法干了什么 调用色列的方法 对吧 总之是相当于点击了一下 但是呢我们这个事件 应该正确的挂在这n钮上 要咱们点击 那现在呢 我们先把它调用一下对吧 反正它功能是这个click 是变为以赞了 变为喜欢 变为以赞 为什么 我们看看html怎么说 对吧 在loot里面呢 写了一个button 咱们调用handle click 是不是好像没什么区别的 看不出来 其实里面文字变了 我们在调用randle方法的时候 会把以前的html怎么办 全部清空 然后呢复制于新的html 新的html里面的内容 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是根据咱们这个state来决定的 这样的方式更加纯粹 对吧 randle方法就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还有个颜色怎么办呢 style style等于什么呢 等于color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又需要一个表达式了 对不对 根据state来判断这状态 state.like 那如果你喜欢呢 什么颜色 红色 不喜欢呢 黑色 是不是跟咱们之前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是换了一种方式咱们这种方式呢 是直接去拼接html 就完全控制了html的生成 不像之前只是改变状态 看一下效果 handle click 是不是变为红色 变为 这完全是根据咱们state的状态来改变的 但是点击实现怎么办呢 点击实现怎么办 on click 是不是标签是不是能添加这个on click实现 干嘛呢 调用handle click方法 这个html 我咱们看html里面怎么说啊 在里面调用了on click 可以去调用handle click方法 handle click方法干嘛 他干嘛 调用set state set state干嘛 修改state 修改state之后呢 然后呢 他又顺便调用land的方法 land的方法根据state获取到这个属性 然后呢 重新渲染一整个button标签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 对吧 咱们点击 是不是发现这个按钮在变 但这个永远都有效 这是更加接近于啊 liate的一种开发方式 就是说我们的html是纯粹的 用这个js生成的 你在这里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改变一点小小的东西 简单的set state之后 导致整一个html都被更新了 不会很卡吗 当然会很卡 但是呢 liate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他性能是很优越的 不会卡 他局部的更新 他不会全部更新 因为咱们这个demo的这个代码数有限 对吧 这不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理解这种概念就可以了 那么相对之前的代码 这个demo5做了什么改变呢 demo5做的改变是 他没有html了 纯粹js去生成html 这种方式使我们程序更加更加更加的可控 这是demo5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一个demo6 demo6的主要的内容 demo6.html 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对这个进行一个组件化的包装 对吧 对对这种模式进行进行一种对吧 组件式的包装 像刚才一样啊 像接着上面那个例子咱们就不要任何东西了 只要一个IDID为loot 注意啊 因为这个例子我没有办法实现的特别完美 因为一些原因后面你们会知道了 就是说咱们因为jsm语言的局限性 导致它不会特别完美 那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想一下 我们之前无论写的是表单 对吧 无论写的是表单还是按钮 它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点 第一个假设啊 咱们提取一下 都会有个state 对吧 都会有个setstate的方法 都会有个lan的方法 还有呢 会根据不同的要求去实现一个handle click 之类之类的这种控制的方法 那我们既然每一个都有这些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提取成一个对象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好首先呢 我们啊 这个loot得获取一下 对吧 document getelement by id loot 好现在我们来构造一个类 什么类呢 以什么为标准来构建类呢 以这个咱们的功能 比如说button 来构建一个类 那这个类有什么呢 首先咱们写个constrata ok 步骤器 它有个this.state 对吧 它的状态like为true呢 还是为false呢 然后呢 它还需要一个setstate的方法 对不对 这个方法呢 接受一个newstate this.state 去结构这个this.state 然后呢 再结构newstate ok 如果对这个面相对象不熟悉的话 那么可能啊 这个代码看起来就比较累 yes6个面相对象 跟this的一些问题都得非常熟悉 在这里呢 我们setstate完善了 然后呢 会定用什么呢 会接下来定用this.render的方法 对吧 this.render ok 暗示咱们对吧 必须实现render的方法 实现render lender是干嘛呢 return ok return什么呢 比如说像刚才那样 先不用吧 很纠结 对吧 怕大家接受不了 然后呢 root.html 等于什么呢 等于刚才咱们写的那个button 对不对 那个button 好了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吧 因为我实际上不想再写第二遍了 那在这里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这个state还是state吗 不是了 而是我们把装在纯纯那里 纯纯在this.state里面来了 现在需要这个决定对吧 const state等于this.state 简单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咱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对吧 要调用一次render方法 去渲染这个render 去渲染一下 那这不是咱们最终的模式啊 咱们看一下这样会是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咱们new了一个button tton会怎么样 咱们new了一个button之后 首先它会构建一个state 然后呢根据state来渲染这个页面 然后呢渲染页面的意思呢 就把这个字符串填到这个html 这个root这个标签里面来 然后呢我们去调用unclick 当然呢这个handleclick肯定不好使了 因为既然呢咱们用的是一类方法 但是我解我说的也是这个啊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模式 就是用es6字符串的模式呢 是没办法做这个完完整整的 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react模式的 因为react呢它会经过 它这种jsx呢 会经过一个转译 barbill的转译 对吧 那这一步呢咱们要再做的话呢 就太麻烦了 现在啊 现在咱们问题就是清晰点了 对吧 实现了一个类去包装这个东西 好 咱们运行下demo6 view in browser 检查 view in browser之后 咱们什么呢 new button ok render is not defined this.render 刷新 one more time blender new button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又有了一个点赞按钮了 而且呢是根据这个他自己的state 来渲染他自己的状态的 但是呢咱们的handle click方法失效了 因为handle click是挂到全局的 那咱们如果想进行这个click修改呢 那么就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了 因为咱们必须实力化之后把这个handle click挂到哪呢 挂到这个html里面来 对吧 挂到一个html element里面来 挂到html标签里面来 那现在呢咱们挂不了 对吧 所以这里是咱们的局限性 就是咱们这个onclick的话 先不说他的 先不说他 好了那这么写的一个好处什么呢 注意啊这么写的一个好处是咱们现在换一种思路 就是我们不会主动的去lander他了 再写一个吧 再写一个OK 按这样的模式的class 什么呢 class title 设计一个标题 constructor this.state等于输入一个text对吧 你标题内容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标题 那么他同样是不是说每一个组件都要实现set state的方法 对吧 而且set state的方法好像都是一样的 都是怎么样 都是接受一个new state 然后呢 对this.state进行一个 结构对吧 保留以前的state 去接收new state 然后呢 调用this.rander的方法 对不对 进行渲染 然后呢最终呢 每个呢都要选一个rander的方法 因为呢 它是一个提供html的一种方式 rander方法先写一下吧 对吧 root.innerHTML 等于什么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里有个冲突啊 因为我们的button跟这个title都在尝试干嘛 都在尝试调用innerHTML 那他们肯定是不可以兼容的 咱们当然解决这个问题 title里面内容是什么呢 是this.state.text 就是你的文本内容 我们发现这两个是不行冲突对吧 我们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组件里面只能有一个组件 要么是button 要么是title 咱们现在要继续分了 咱们这里设定这个button 这个组件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说我们只要实力化 怎么实力化 咱们只要new一个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对吧 那咱们想复用呢 咱们new100个 就100个按钮了 这样实力化 是不是更加符合我们的思维呢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不能直接innerHTML了 咱们换种模式干嘛呢 咱们return 把this.lander给删掉 因为它没有用了对吧 咱们现在button returnlander 掉了的方法会 会拟一个字符串出来 同样这里也是 这也是return ok return一个这样的字符串 咱们再看一下new 比如说t等于new title t.rander 是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rander方法 就负责 把这个模板 或者说咱们在里面有个 模板对吧 tpl 把这个state和这个模板 结合起来 返回一个字符串 html字符串给你 tl.rander方法现在作用改了 变成这样了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咱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class wrap ok constructor 对吧 但它会简单点 它的主要就是一个勇气 return render tl.rander方法 return return 什么呢 做个简单的事情 ok 写个lop 直播 new new title tl.rander 怎么办呢 new 把这个拉上点 button 点rander 每次我们都在wrap里面不断的去复用复用复用 这些我们之前写的一些类 把它不断实力化 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新的组件了 我们看现在这是什么样的 还得调用一下对吧 loot.in html 等于new wrap 点rander 就以rander方法才返回这部份 好了 现在我们刷新一下 把我的个undify 对吧 我看一下啊 那应该是这里return出了问题 对吧 这里不能换好 然后咱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发现我们这个lop 有个按钮 有个标题 对吧 这个标题怎么来的 是这个title这个组件提供的 那么现在我在做一个新的东西 我不断不断的复制title 会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复用这个类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把一个组件写好之后 只要在别的组件里面引用它 就可以不断的构建新的组件 然后用小组件组合成大组件 再把大组件组合成更大的组件 最终构成一整个网页 然后你这个组件还可以再反复的用在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组件是开发的一个思想 但是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组件都要写set state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方法放到一个复类里面 供他们继承 咱们这个类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component 提供继承 对吧 提供继承 那他干什么呢 注意看class component 他做一个事情 他在他自己里面实现了set state的方法 继承大家应该都了解对吧 在看这个课的应该都是相当有基础的一些东西了 this.state 然后点点点 new state 他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更改状态 这些还需要写吗 不需要写set state了 因为set state的方法是高度相似的 他怎么办呢 他只要instance component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负责继承 就能把这个继承方法过来了 对吧 你爸有钱 不用赚钱了 等继承就可以了 但这么说不太好 对吧 component 这个代码运行会有问题吗 刷新 这里记得写super对吧 表示继承 super 表示继承 咱们刷新刷新 这个set state的方法有没有呢 咱们看一下 what b 等于new button b.set state 是不是有set state的方法 他是哪来的 咱们来看看这个代码提示 他明确提示了set state的方法是在component这个方法里面继承来的 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一个是因为他们之间确实有高度重复的关系 另外一个是react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叫component 里面就是react这个框架提供的一些函数 我们在写任何组件的时候需要用extend继承它才能够使用 这是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component提供了一个继承的基础 把一些大家都要用每个组件都要用的东西放在这 那么你要写一个新的组件的时候继承一下 再去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这是咱们demo6进行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包装 谢谢大家